好继续再看到 一样是拥有非常漂亮的美景的封冰箱呢 甚至成为了外县市避疫的地方 所以乡公所呢除了全境大消毒之外 各个景点也是全面的封闭了 另外港口以及近埔两大部落 在部落内呢咨询决议 不开放游客进入 也避免疫情扩散的可能 原本游客如知的封冰箱跃动 石梯坪以及青不知子海上古道等景点 在国内疫情三级警戒的浪潮中消散 乡公所也设置了封闭告示牌加强防疫 封冰箱山海美景令人向往 甚至在严峻的疫情之下 也成为了外县市避疫的地方 因此乡公所不仅关闭各封景尤其区 更是全境大消毒 维护乡亲民众的环境安全 此外偏乡社区医疗资源量能有限的情况下 台11线沿县原住民部落在取得部落共事后 各个村口纷纷挂起了告示牌 禁止游客民众进入 保护部落族人健康生活也避免疫情流传的机会 为了疫情的关系共提时间 不是说阻止他们来 这段时间暂时一定要这样子 不然的话真的万一那么小的部落 记住在这个部落的人两三百位而已 万一得了还真的比较头痛 华联津天又新增一例确诊案例 再加上邻近台东也出现了两例确诊 封冰箱工部门以及各部落也都不敢掉以轻心 各项防疫措施做好做慢 记者石玉兰 封冰采访报道